你儘管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戴斗笠的阿婆騎着单车 满载货屋的行驶在圆环上 突然间后方来了一辆休旅车 似乎没有注意到前方路况 从后方追撞阿婆 阿婆连人带车被撞倒在地 休旅车撞上后甚至没有停下来 车轮碾过阿婆下半身 导致阿婆送医后宣告不知 在看影片之前 他们还是没有在承认说 他们有碾过我阿婆 他就说他们没有碾到人 后来我们气不过 我们就拿影片给他们看了 才说对不起我们错了 阿婆的家属因为看驾驶年纪轻 只要一个道歉就愿意原谅 但由于女性驾驶及副驾驶座的父亲 看到影片前还矢口否认 自己有撵到人 让家属实在难以接受 这位休旅车驾驶是一名20岁女性 装上阿婆后车子不但没有停止 还稍微加速前进 依次误把刹车当油门踩 才会撵过倒地的阿婆 在驾驶的时候有一些紧张的部分 比如说为注意事件状况的部分 然后一时紧张 所以说在油门跟擦车型 可能有一些误判的问题 年轻女驾驶第一时间不肯认错 妇女两直到看到影片才肯低头 失去亲人驾驶已经够难过 但仍然希望对方能够真心来道歉 接着高燕泰 曾玉昕屏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